由鬼王潘兆聪一手打造 其個人網站admonpun.com 好大個網 降踏入一周年 全球華人自愛靈異節目恐怖在線 亦昂然進入第七的年頭 在過去的節目 潘兆聪一手網絡 全港各界法科師傅 分享驅鬼實錄 以藝界友好 亦藉此平台唱談個人詭異接觸 還有各方靈異體質人士的真人真事 絕對是一個人鬼共用的網上空間 近年 潘兆聪更衝出香港 直闖世界各地的猛鬼熱點 將澳門 台灣 日本 泰國 馬來西亞 印尼 新加坡 甚至遠至加拿大的靈探過程 以最真實的手法 展現在觀眾眼前 現時 恐怖在線每晚即時收看 超越一萬人 錯過了即時收看 亦可透過每月港幣視像重溫35元 或者25元聲音重溫的月費 收睇回精彩節目內容 admundpun.com 恐怖在線 繼續會為全球華人靈異愛好者 以最踏實的演繹手法 將全球的靈異事件一網打盡 恐怖在線 星期一至五晚 www.admundpun.com 11點半到1點 現場聲話同步直播 請準備好你的電腦 手機 或者平板電腦 一擊即上 收音機 不用管了 是聽不到的 好 今晚 仙尼師傅這個嘉賓 就叫做 Angie 很明顯假名 不管你什麼名字都好 總之交貨就行了 Angie 其實為何要找仙尼師傅 看看你的名格 甚麼原因 因為近這幾年 經常不停地遇到東西 是嗎 為什麼呢 是因為時運低還是怎樣 可能是吧 即是時運低 他這十年時運低 是非常之差 走到哪裡 撞到哪裡 整十年 是呀 撞了十年 應該從小到大都有 但這十年就嚴重 對 這十年就很嚴重 那是因為 突然運程不好 就更加容易接觸到 應該可能是 那他起初就以為自己有些東西 令自己容易見到 那我就說不一定是 因為自己運程都是差的 有意思是你怕有東西跟 我是怕有人搞我 是嗎 是瘦很多 我怕有人搞你嗎 你做過什麼會有人搞你 真的很難說的 有時候有些事情是莫須有的 是 你說你不適合聽的話 其實你未必是傷害人 即是他覺得不適合聽 不適合看 也有機會 會的 嘉賓上來已經說要去探廁 有沒有東西 沒有的 完全沒有感覺 反而樓下有些感覺 是嗎 對 我也不知道 廁所哥哥或廁所姐姐 都 怕我們被人說得太多 覺得很煩 你經常來探望他 最近這兩三個嘉賓 真的都說沒有了 沒有的 很光芒非常好 那位師傅請走了 記不記得藍廁 不知道 記不記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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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嗎 請走了 他說請走了 記不記得 我這次做完節目 那位師傅突然進去那裡 我幫你請走了 這樣 不知道是不是 因為通常她說完 我就不知道是不是 這樣 不要緊 總之沒有就好 其實有都沒有所謂 這個世界 大家共存而已 我經常都覺得 基本上不搞就算了 她最初都以為很害怕 你待會師傅陪我去廁所就好 然後她說很光亮 不用了 所以對了 因為你這樣說可以幫我澄清一些嘉賓 例如昨晚心姐 我打死也不入了 非常乾淨 是嗎 油光盲 好過我公司很多 好 好了 來了 入獄了 十年所見的東西 包括了什麼 酒店有 酒店一定有 一定有 自己的家 自己的家 開車 公路上面那些 是啊 好 那你想從哪裡開始 你想聽什麼 你由第一次接觸 第一次接觸 我想我應該是很久之前 我想是十幾年前 那時候跟我先生 一起在大埔出來的時候 剛剛在晉景原那附近 我同時問 為什麼這麼有趣 有四個人在馬路中間 走平行步 但四個人是白色的 完全是白色的 即是那些薄的位置 對 兩大兩小 我說不是我的眼花 算了 看錯了 後來我回去跟同事談 哇 這麼有趣的經歷 然後我有個同事住上水 他跟我說 不是 之前好像他們上水 有個人都見過 這個是我第一次的經歷 進景原 即是在沙田那個 馬場對出 馬場對出 那裡也算一半公路 很大 很快的 是啊 但在那裡就是這樣走 在上面 玩平行步 看到他們 好 好 第一次 這個是我第一次 然後陸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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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明顯不像 其實正先來講 我不是一定看到那個樣子 我很多時候就是感覺到 譬如我走到這裡 我知道男還是女 多少個 大約什麼年紀 是 也挺恐怖的 有時候走一下 我叫我先走 先走開一點 不要走過來 有跟著我 我也試過跟著我 我試過跟著我很多年了 真的跟著我 我看到他在我旁邊走 他的影子在牆上 還要在我家附近 跑過我 我看到他在我前面 你先走 即是跟著你 經常都是他 我問了很多師傅 我的師傅說 我嫌我前世的那些 冤親寨主 但他不是害我的 他一直都是保護著我 跟著我 他自己會走 好像早兩年 走了 真的走了 然後你又不知道他存在 就算你知道你沒有東西給他 我沒有東西給他 其實他有什麼好處 我真的想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有什麼好處 但他經常跟著我 因為我見過他很多次 他其實不需要好處 不過他想保護你 可能是的 你有沒有覺得 在危機的時候 有些感覺 是有些東西去保護你 所以我沒有什麼特別危機 可能像是先知府所說的 可能我做人正直 就是無愧於心 所以可能 又會跟著 對 他又不是害我 又或者覺得 其實你沒事的 所以他都離開 他應該走的路 是的 因為師傅可能說 之前就說冤親寨主 可能我前世 他有些欺騙我 他會來保護我 所以沒有得收 他會自己走了 那我講一些驚嚇一點 驚嚇一點 當然是酒店 酒店 好多地方 先去台灣 有一個人 叫做Alex 他說 又是24號 他說要飛去台灣 對了 Alex 你聽聽 台灣要小心一點 不知道他不是住台灣人 小心台灣酒店 是啊 我這間酒店 應該是比較入行的 因為不是我預約的 是我的公司幫我預約的 台北 台北 都旺的 就是那裡 去到第一晚 我去四晚 即是住四晚 頭兩晚 就住一間很大間人房 很漂亮 真的很漂亮 美得不得了 後來才知道原來是市中酒店 每晚11點多鐘 小姐有沒有服務 沒有 沒有 有沒有東西看 11點多鐘 我隔壁房 床頭在隔壁房 怎麽時候就在那裡 隔 你心想當然心想 酒店當然是兩個人在那裡 連續兩晚 頂不住 然後第二天就跟我說 我不行了 我要轉房 我找一間比較小的房 旁邊的床 我常常這樣 我真的不行 OK 我看到他的眼神 也有點怪怪的 但我沒有再問 然後我住了一間小房 有很多花式房 給你選擇 日式 什麼式都有 那好吧 我選了一個日式 即是橘子 舒服一點 其實也有床 我打算舒服一點 去到的時候 轉了房 我一結開一張皮 有一條很長很長的女人頭髮 很長 一條還是一集 一條 很長 因為我以前也是長頭髮 但她真的長得很誇張 然後我心想 怎麼搞的 那麽大條頭髮沒有人看到 我立即打進去接受 那些醫師就上來看 然後醫師還罵我 你見到頭髮 你跟我說 你不要打下去 我說 那也隨便 那沒所謂 那你有沒有同事 那麽長頭髮 他們沒有出聲 撿了 走了 那第一晚就沒事 因為第一晚 我有一位朋友 就陪我一起在家聊天 聊天 第二晚就來了 其實那晚是最後一晚 我睡睡覺 開了電視 我問我為何我隔壁的床 我知我那是大床 我問我隔壁的床 為何隔壁的床 為何隔壁的床 我心想 是一個肥老的聲音 隔壁的床 有人隔壁的床 不是 只是我的大床 隔壁的床 我心想 為何有個男人隔壁的床 我以為是隔壁房間 傳聲過來 傳聲過來 我走開八卦 開門 不是 旁邊是出路來的 一邊是出路 另一邊就是 阿姨擺毛巾的床 心想 大小的 但是很暗 我不敢出去 我很害怕 然後馬上回到房間 開了電視 所有的聲音可以發聲 開了 然後 大家一起睡 不要吵了 然後熬了天亮 你睡得著 我完全沒有睡 是害怕 因為我不敢走出去 那那些聲音 全晚都還在 全晚都在 是有個男人在扯避寒 是沒有停過的 那你 你也能忍住 是的 我也是覺得我的忍耐力好 因為撞得太多了 因為我覺得 就算我走下去 也沒有用的 因為他跟我進行升降機 我更害怕 是 那我就忍耐了 所以有時候看不到 也更害怕 你不知道他在周圍哪個位置 這些情況發生 但他很肯定在旁邊 我肯定在旁邊 我安全 你慢慢睡吧 我去看電視 但你有沒有感覺到 他是躺下了 沒有感覺 沒有的 只是聽到聲音 也挺恐怖的 後來我回來 頂住那個 人員 你怎麼搞的 你訂房子 是這樣的 然後他就說 沒有房間 因為這裡 以前是火燭 燒了 那座大廈 然後重啟 我真的要玩 他還要檢查 挺好的 他知道 但他找不到大的 因為我趕著去得很急 然後他就訂了一間 這樣的酒店給我 近哪裡 你告訴我 我真的忘記了 我去太多地方 不過 照計我們都不會 我記得有個 那間酒店 不知道什麼 都酒店 照計我們不會 訂這間酒店 你訂這間酒店 照計不會 真的 但這間酒店 漂亮的 好 接著 也是酒店 也是酒店 泰國 泰國太多了 不用說了 最激的是荷蘭 泰國不用說 當然要說一下 大家都會 太近了 因為荷蘭比較遠 少少 潘小松 恐怖在線